去年3月份,新冠疫情在全美爆发之后,数千万的成年人纷纷返回父母家中居住, 而他们青少年时代的房间依然还是他们离开时的模样, 有的人选择不做任何改变,有的人则重新布置装饰了房间。 根据《纽约邮报》报道,去年9月份,皮尤研究中心曾经发布研究报告显示, 新冠疫情爆发后到当年7月份,全美年龄在18岁到29岁之间的成年人 其中52%,大约2660万都和父母居住在一起,这是经济大萧条以来破纪录的最多人数。 根据了解,新冠疫情爆发之后,有大约30万人搬离了纽约市, 但还是有很多人没有离开,而是选择回到父母家中居住。